跨学病坐上汗马车全副武装来回消毒 随着疫情持续延烧 市府也加强清销 百夜消停就连台东新冠肺炎的专则医院 门睁也全部暂停 导致不少病患上门却扑了空 完全领不到药 放眼望去布里台东医院 外头放上三角锥 围起了封锁线 现场一个人都没有 医院停诊轰让林慢性处方间的病患都领不到药 布里台东医院近期每天都会接获上百通投诉电话 两个月内开立了2283张慢性处方签 影响全线约2000名病患 其中还有500人维生性科病人 院方担心病患若吃不到药症状会复发 到时候可能会自伤或是伤及他人 陆陆续续有民众过来都跟我们反映说 他慢签拿不到怎么办 那我们听了其实很心疼也很难过 我们还是会配合中央的措施 中央跟现普的措施 只要中央跟现普松绑 我们就全力的配合 根据了解布里台东医院 原本想规划户外慢签预约 有药室给药得来 速让病患领取 不过2日发文给台东 显卫生局报准却遭已毒不回 直到9日卫生局才表示 考量东部医疗料能不足 加上避免交叉感染 才会暂停医院所有业务 倘若院方能确保收支量能 并提出完善的领药感染控制计划 才会再进行评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